uncontrollable portrayed... 哈囉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眼前看到的是巴托尼亞 所以今天是 觀眾投稿的對戰 這個叫做、андy 雲 我們來看看巴托尼亞對上對手是誰 吸血鬼也是在天氣上越來越絕種的陣營 吸血鬼我一直都說他並不是最弱的陣營 但是還是蠻少人去選他的 不確定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不死族也蠻帥的 就是吸血鬼 好大家可以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兩邊的陣容 我們來看一下 巴托尼亞的話前線是擺滿了五隻的大劍 這個非常的少見這樣子玩 這個算是一個非常精銳的步兵前線 然後再加上後方兩隊的農民弓箭手帶也是火焰劍 火焰劍對抗吸血鬼當然就是優勢 這應該是毫無自已的 吸血鬼很多單位都會回血 所以火焰劍對他來講殺傷力是非常夠 那最後面這邊還有聖杯守衛 哇聖杯守衛也是超久沒看到的單位 各位可以來觀賞一下 欣賞一下這些聖杯守衛的華麗外觀 那他是屬於忌兵中的坦克 這是我認為他是一個坦克 因為近戰防禦高達56點 帶魔法傷害 35點近戰攻擊不弱 可是武器威力其實偏低 我覺得這武器威力不算特別的強悍 風風能力也還好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忌兵中的坦克 加上他有活勝人的技能 導致讓他在作戰中不會喪失他的體力 可以維持完美的戰力 這邊也是聖杯守衛 搭配的領主是狐神仙女 綠騎士跟聖騎士 這個巴托這樣子的組合其實非常硬 尤其是這一團 再加上狐神仙女他自己有恢復法術 所以這個打法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看 對付吸血鬼的成效怎麼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吸血鬼 吸血鬼畫用的比較傳統的陣型 前線都是殭屍跟骷髏勇士為主的陣容 那這些都是比較雜魚部隊 就是一個第一線的肉盾炮灰做一個吸收傷害 那準備了非常多的蝙蝠 那可能也是對抗巴托尼亞的弓箭手 真的是不靠蝙蝠會非常的難打 所以這邊準備了四隊去干擾巴托的後排 那下面還有兩隊也是 這個是吸血鬼的大劍 光魂守衛的重型武器版本 這個單位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光他不會撤退跟他的高護甲 還有反步兵的破甲能力 武器傷害是非常可以的 所以這個也算是吸血鬼的前線中的菜刀 那後面呢兩隊的嗜血弗狼 那這一個攻速非常快的巨獸 對於單體的擊殺非常的在行 那再來看到中間這裡呢 他用的這個幽命引擎 是精英版本的幽命引擎 這個陣上帶了非常非常多的能力 看能不能看到他 稍微暫停一下 很久沒看到有人出這個了 因為出這個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很多玩家在對戰上 其實不太去選用這個 把這個單位的原因是他很容易被針對 尤其是巴托尼亞其實他用那個火焰弓箭手 就可以把他直接射崩 因為他是易受火焰傷害 然後可以看一下他有什麼 減速度然後提升法力補充 又可以幫自己的人員補血 又可以對敵方人員造成傷害 那再加上他對反步兵的攻擊其實也不低 所以代表他其實 非常的全面 他可以顧及到底我雙方的任何 debuff跟buff 再加上他自己也有一些攻擊能力 所以導致這個單位如果你不盡早處理掉 他會慢慢的堆積出優勢 那吸血鬼靈組用的應該就是Membran Membran的話騎的是這個殭屍龍 他自己的專屬座騎 我也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反正他今天帶的這個技能就是 靈魂詐取 然後招骷髏跟補血 他是上次這樣的組合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比賽的發展 這張地圖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中間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像圖騰的東西 這看起來像暗精靈 然後這些帳篷全部被裁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骷髏走過去他的帳篷就塌掉了 這個骷髏有很大隻嗎 到底什麼鬼 骷髏戰士走過去之後這些房子 就自己的自動摧毀掉 蠻有意思的 好那兩邊都在做一個推進 那部隊量的話可以看到 吸血鬼這邊是1324個部隊數量 巴托這邊只有679 很難得看到巴托打精兵戰略 那我們來看看這局的發展 聖杯騎士這邊做了一個很好的衝鋒 從樹林中衝出來 那面對這些骷髏勇士 那當然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這邊是隨意的衝啊 這邊聖杯騎士這邊也是看 仗著自己不會被阻止 所以沒有什麼對手 這邊是直接衝進了步兵陣裡面 那骷髏也跟剛剛預想的一樣 這邊是優先抓了巴托尼亞的後排弓箭手 那弓箭手 農民弓箭手畢竟士氣還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這邊被兩隊蝙蝠抓的話 他是頂不久的 那這裡的話呢 被上了一個貝加納的命運 所以這不是靈魂詐取 我看錯了 是貝加納的命運 貝加納的命運完全的讓聖杯守衛 成為了一個目標 很好的一個目標 因為貝加納的命運就是專門來對付這種高質量的 多數單位 這裡也直接的削減掉聖杯守衛的一半的血量 那巴托那邊的話應該是會拉再生素 在他身上 然後試圖要拉回血 因為其實這邊 沒有死太多的單位 就是那個 模組沒有死太多 所以還是可以拉血回來的 這裡蝙蝠還是持續的在追農民弓箭的時候 也是非常正確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關鍵的這個領主的混戰 大家看看哪一邊可以獲得勝利 那七夜鬼這邊的嗜血浮狼 首先的 已經被打掉了一半以上的血量 非常的危險 反而是巴托這裡幾乎都沒有在扣減血量的 因為綠騎士 看看綠騎士齁 你看綠騎士齁 你看綠騎士開了這個苦痛之劍之後 破甲能力跟 近戰傷害整個高達120幾 然後再加上那個破甲傷害是非常的恐怖的 所以 嗜血浮狼在那個buff的中間跟他對抗 他是沒有優勢的 也就是他直接被砍成了半血以下 這邊嗜血浮狼也是直接拉跑的 那 前線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聖杯守衛反而被 這個 幽命引擎跟這些巨劍 那個 吸血鬼的大劍也給砍了一個重傷 畢竟是坦克單位 所以他其實反步兵也沒有特別的厲害 那這裡的話 吸血鬼會採用一個包夾戰術來這邊 包夾這些巴托尼亞前線步兵 那這些大劍其實也會蠻危險的 所以關鍵還是在 巴托這裡有沒有辦法在這邊取得一個優勢 那目前看起來是還蠻大的優勢的 那 浮狼一直沒有辦法 對對方的狐神仙女造成 足夠的傷害 結果這邊 好像只剩下一隻的 嗜血浮狼了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就算 浮狼對付單體是很強悍的部隊 但是 你面對巴托這些 高等的英雄 就是綠騎士再加 這個叫做什麼 聖騎士 這兩個合在一起還加狐神仙女 兩隻浮狼完全是不是對手 瞬間的就被打崩 然後直接解體 這裡的話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這個吸血鬼這邊 貼上來 那給這個 這個不戰士從很大的一個士氣打擊 但是呢 只趕跑了一隊 因為這邊有 這邊可能會過來支援的 所以這邊吸血鬼要 盡快的反應自己的部隊 這裡的部隊可以往這邊做一個集結 一個 背襲再加背襲 背襲中的背襲 那巴托夾過來你就再夾上去 然後不斷的 堆疊上去 讓他們有一個 被這個包圍的一個效果 那這裡 巴托直接把他的所有的部隊 A上來的話呢 吸血鬼這邊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他只剩下這些 沒有什麼作戰能力的炮灰 就是骷髏勇士 那當然 右面引擎在這邊也是持續的 在給 兩邊都是給傷害 給debuff 這邊都是 不斷的慢慢在扣血的啦 雖然扣減速度非常慢 不過 長期下來的話 如果右面引擎 不敢 快提早抓掉 那吸血鬼 你不要小看這個吸血鬼 他還是有可能會因為這個 右面引擎的效果逆轉這個比賽 因為 巴托的所有單位 那個士氣 都已經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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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繼續扣減下去 再加上剛剛manfren這樣 吹了一口口臭下來之後 你看 這邊就開始撤退了 那撤退一對 撤退兩對 就會被恐懼 這裡下來manfren目標 對方目標 是這個 巴托這裡的狐神仙女 這邊下來一個 衝攻攻擊還做到蠻不錯的傷害 這時候就看看 綠騎士跟聖騎士有沒有辦法抓到一個重要的目標 也就是這個右面引擎 跟對方吸血鬼的領主 那後方這裡我們再來看一下 吸血鬼在這邊的話呢 對付這個 巴托的布戰士從 看起來是 有辦法贏得這個勝利的 因為 巴托的步兵 畢竟掉血掉超過一半之後 那個士氣扣減的速度還是 非常可觀的 所以就看在這邊關鍵的戰鬥上 誰會取得上風 目前巴托是非常劣勢的 你看到上面戰力條已經是接近要 崩解的狀態 那這裡的聖騎士會回歸 然後吸血鬼這裡 右面引擎回來 給上一個團體buff dbuff 然後再加上 呃 各種的 扣減血的效果 那這裡中間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不過聖騎士這邊 這邊也還是蠻有堅強的戰鬥力 那聖騎士在這邊也有做好他自己坦克的工作 並且他也擊殺了141個單位 這裡就看看 喔 這個聖騎士的法術放得非常好 這個 直接在這邊丟了一圈 那這裡的吸血鬼部隊也是直接解體 這邊還剩下一隊的荒焚 荒焚守衛的重型武器版本 Manfriend直接往上吐了一口口臭 但是 巴托這些單位質量太小了 就是英雄單位的體積太小了 所以 其實沒有被 沒有吐到非常多的傷害 其實造成的傷害是還好 這邊竟然還回歸了一個部戰士從 喔兩隊 兩隊部戰士從回來的話 可以很好地去反制這些吸血鬼單位喔 因為吸血鬼現在其實前線 也剩沒幾個了 也剩沒幾個了 你可以看到這裡非常混亂 基本上都是部兵單位我覺得 我還是拉遠一點看好了齁 我們來看這裡齁 兩隊的部戰士從進來 那有一隊已經撤退了 但是 狐神仙女跟聖騎士還有綠騎士頂在這邊 這個攻擊效果還是非常可靠的 所以 這裡還是 我覺得還是要嘛先抓掉領主 要嘛你先抓掉用命擎 其中一個去挑 這兩個是現在吸血鬼其實對戰力評估影響最大的單位 那這裡看起來 這個八頭這邊也是優先要抓用命擎 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這時候就是只能祈禱你自己的綠騎士跟聖騎士 有辦法 即時的做出傷害 那這裡 吸血鬼也是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用命擎也是即時的就拉走了 即時的拉走了 不要在這邊被抓掉 因為會相對比較危險 這邊就看看這邊最後一波的殘局表現 大家兩邊是怎麼樣做一個選擇的 殭屍在這邊都已經 進入崩解狀態 也就是吸血鬼前線都已經快要崩掉了 因為士氣太低的話 他們扣血的速度也會非常快 優命引擎發現事情不對 還是趕緊的回歸 這邊要頂的是聖騎士跟綠騎士 還有狐神仙女的三人組合 Manfriend下來幫忙打一波 但是落在這個聖騎士跟綠騎士的中間很危險 趕快拉開 趕快拉開 那 飛上天 那這邊看到還有兇暴蝙蝠 還有一隊的殭屍 這兩隊已經 士童是不存在的 那這裡就剩幽命引擎了 幽命引擎一次被三個圍毆 又加上美小兵幫忙電擋的話 幽命引擎的血量會 其實會掉得蠻快的 其實會掉得蠻快的 因為聖騎士跟綠騎士都是擅長 單體擊殺的一個英雄單位 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 幽命引擎一定是被追著跑的 而且兩個都是四條腿的 這個聖騎士 而且還有狐神仙女 狐神仙女也是有debuff 可以扣減範圍血量 所以這裡幽命引擎其實已經被追著跑了 所以看起來是跑不掉 因為 聖騎士跟綠騎士的攻擊能力還是 是非常強悍的 那這裡幽命引擎直接的被抓死 這裡兩邊戰力評估已經是 55隊開了 然後再加上 manfred也沒辦法持續的在空中保持他的優勢 所以這時候manfred也是得下來做一個作戰 那當然吸血鬼外面還有部隊沒拉回來也是 一個蠻 蠻大的失誤啦 如果這些 哇 我以為兩個浮狼都被 抓 我以為兩個浮狼都死了 結果他是沒有操作到的樣子喔 這個我從頭到尾都漏掉了 現在才看到他從樹林竄出來 太不專業了 這場竟然沒有看到這個東西在外面 那這樣子 看起來不好說 不過我覺得浮狼再回身去打的話 他只要沒有抓掉狐神仙女 他現在吸血鬼這邊是比較劣勢的 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 我真的從頭到尾沒看到這個浮狼欸 我以為他死掉了 結果他竟然 可能是跑去追什麼單位追出去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 開始交戰了 那浮狼就算攻擊的速度再高 他畢竟是一個低護甲的單位 這裡還是要去抓狐神仙女 那應該有辦法抓成功啦 我覺得 狐神仙女這邊 會不會死掉 好 死了 噢 非常 可憐 最後一刻被抓死 但就算狐神仙女死了 這兩個 騎士團 還是不會放棄的 他們的信念堅強 士氣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這個狐神仙女死了也 在這個殘局中看起來幫助並不大 終究還是要面對聖騎士跟 這個綠騎士了 那 極獵鬼這邊已經失去了 魔法攻擊的單位 那也就是說現在 綠騎士根本就已經快要無敵了 我們稍微繼續加速一下齁 那下面繼續打 然後圍上聖騎士 兇爆蝙蝠下來 然後聖騎士趕跑了 但是還剩下綠騎士 這邊戰力評估 阿托尼亞已經是領先 那這時候就看 極獵鬼要不要脫平這個比賽而已 不然 現在 已經可以判極獵鬼死刑了 你看 這下來打 綠騎士完全不是對手 因為 綠騎士畢竟是個靈體單位 這個減傷幅度是很高的 沒有靈體 沒有魔法攻擊的情況下 你要打這個綠騎士 你不管再怎麼去衝鋒他 還是很難去贏阿 所以最後你可以看到 極獵鬼就 落敗了 落敗了 那這場其實我覺得 也打的算精彩啦 那我覺得還是 失誤的蠻大的 雖然說精彩 就是在沒有失誤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 極獵鬼這邊也打的算是不錯 但是沒想到 沒想到這個極獵鬼在外面 這個嗜血浮狼 竟然沒有 第一時間拉回來 他可能是忘記了 跑去追了不知道什麼單位 我就跑出去了 連我都沒看到 因為 因為戰場很亂的時候 你有時候單位跑出你的 視野範圍外的時候 你真的很難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 除非你一直在盯著這個小地圖去看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 如果那時候 弗狼這邊有回來 做出他的貢獻的話 說不定 齊血鬼這邊還是有機會能贏得勝利 那當然最後的關鍵是在於這個 綠騎士 綠騎士並沒有 齊血鬼這邊並沒有很好的方法去對付綠騎士 因為他沒有特別的 這個魔法攻擊的能力 所以要打綠騎士的話 你要嘛 全部 單位都抓掉 勝綠騎士然後包圍 那有辦法贏 那再不然的話 你覺得要魔法攻擊 那如果你兩個都做不到的話 綠騎士就會戰盡上風 那 那剩下的單位你可以看到巴托這個精銳部隊 其實大劍當然都砍了不少單位 但是火焰劍這邊其實沒有發揮到太多的作用 就被蝙蝠抓掉了 所以這個反制也是很重要的 一開始吸血鬼這邊我認為是有點優勢的 沒想到最後被巴托尼亞三劍克 這個也不是三劍克 這個狐神仙女跟兩個騎士團來逆轉的這個戰局 OK 那今天這場比賽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比賽 跟這個比賽跟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及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就期待下時更多的觀眾投稿對戰喔 再次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